下个礼拜会有总共会有八个题目 我没有 我说 我说再来看 我等一下再 不然这样好了 不然这样好了 就是打个 就是各退一步好了 最后的话干脆就是 这有八题 但是会考的 就是一二三 然后四不会考了 五六七好了 对六题 又再少两题 六选二 六选二 OK 就是放在云端上 到时候会 考试那一天我会放上去 让你们下载 那我等一下我把它放在那上面好了 你们自己下 反正就这几题就对了 应该前面讲过了 OK 很明确的 题目也不会变了 OK 你就把那个练手就好了 好不好 再怎么样你就把它背起来就好了 好不好 OK 就六选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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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一定是一二三选一题 然后五六七选一题 然后一二三 一二三会有VBA 但是五六七没有VBA 只有一题有VBA而已 好不好 OK 这样已经够简单了 好 这样应该明确了 而且你只要愿意花时间 好 那再来的话呢 重点稍微回顾一下 反正你第一个 假设你考的是第一题的话 你打开来 那这个手机我想应该有印象 你第一个先帮我把那个手机函数 那手机函数 有两个啦 你看这地方 请你用第一个 IP加LEN OK 然后第二个旁边加两个按钮 一个是手机 一个是清除 另外一个 另外一个是那个 门号 门号跟那个清除 还有一个手机函数 对不对 然后就把它做出来 反正这样就完成这一题 你的题目是要我们现在记得 你到时候打开来之后 题目要长这样吗 还是你会修画面 说我们应该 就不修画面了 就自己就把那些 记下来就好了 这些应该 题目把它记下来好了 我就不另外再讲 那个到底要做什么了 好不好 那里面的话特别重要 或者你可以参考一下 云端的那个白板里面 这个这个 这边吧 这个这个是 记得在这边就有 不是这个 这个是 门号跟清除 这边有嘛 门号清除 然后再来就是一个 手机的一个制定函数 手机函数 OK大概是 还记得吧 不记得影片回去再看一下好了 好不好 反正就是第一题 第一题 OK 那第二题的话呢 我们就是 我看看 瓜糊 这个瓜糊字串 还记得吧 就是B缆里面 把有瓜糊问题取出来 然后呢 我们可以用 就两种方法 一个是 用内建函数的部分 那其实答案的话 其实在云端白板里面也有 就是 我们是用 Find函数啦 所以最后 当然你可以 你可以给我细节 或者给我完成 完整的公式都可以啦 你如果要按步骤也可以啦 或者你要整个一次做完 那当然最好 OK 那因为我前面有讲过 就是说 我有分成好几个步骤 先抓前瓜糊 再抓后瓜糊 再把它切出来 再去除Value错误 其实 你要按步骤 四个OK 或者是说 你要一次 那也OK啦 反正两种方法 看你比较习惯哪一种 都可以 OK 反正最重要就是 把瓜糊抓出来 第一个 第二个的话呢 就是 VBA 那VBA有两种方法 一个是什么 按下按钮 可以把这个瓜糊自串 把它自动的 就是产生最后的结果 另外一个清除啦 就两个按钮就可以了 因为我这边有 中间还用公式 那个可以没有关系 就是 我将来只要看到 有按钮 我按下去 它可以work 就好了 好不好 按下去没反应 那就 OK 就大概这样子 好不好 OK 好 那这个是第二题部分 所以最后 最后你把它 记得就是存档 记得 存档的时候 记得 应该前面有讲过 另存心档 请记得 就一定要存成那个 如果你有VBA的话 一定要是 启用巨息的活业部 这个我想 应该还 前面有讲过啦 好 那这个是第二题的部分 瓜糊自串 那第三题的话 就是增减体重百分比 这个应该有印象吧 反正你就是用偶尔的 就是第一个是用函数的方法 里面有if跟偶尔 这两个先做一遍 然后旁边有VBA 一样 加两个按钮 一个是 也许是什么 增减体重 然后按下去 可以看到结果 另外一个清除 那顶多的话 这边也是一样 插入一个智力函数 这两个部分 两个 这一题 然后两个我都有讲过 在增减体重百分比 一样在逻辑函数里面 那各位可以找一下 这边好像底下 云端白板里面 也有答案 所以 回去你云端白板 稍微找一下 或者最好是 自己再把它整理出来 那这个是没考到 表单部分 我们是没有考 在这里 有没有 这个是公式 然后 这边有一个VBA的部分 那按下它之后的话 我们有 我需要的这个结果出来 一个是自定函数 大概就这两个部分 好 前面三题 是有VBA的 OK 那后面三题 是没有VBA的 好 那后面三题的话 基本上 我们就是看一下 这一题 黑名单筛选 应该还有印象 这个我想就很简 这个应该 如果你会用Counmif的话 应该很快就可以算出来 所以第一个 你先把什么 把这个黑名单 这个范围 很大 对不对 你可以Ctrl Shift向下 然后建一个什么呢 建一个名称 对 如果你不建名称 将来你要选 非常好 很难选 一直往下拉 所以先把黑名单的范围 先建一个名称 然后再切回到查询名单 把这个地方 有没有 再用Counmif 然后去找的是黑名单 然后比对前面这个 有没有 有的话 它就会出现是 1 如果没有 就是0 然后后来 我好像这边有 做一个筛选动作 筛选 在用资料里面的筛选 把那个1的部分留下来 然后把旁边查询名单 1的部分 call到什么呢 后面的查询结果 其实就可以了 大家理论上 其他这个按钮 你可以把它 就不用做了 因为这个地方 我想 就只要用函数 用Counmif 其实就可以达到 我们预期的效果 所以这一题 我想逻辑上比较简单 那再来最后 第六题的话 是乐透彩 乐透彩的话 应该还有印象吧 就是先把什么呢 101年的这个范围 有没有 开奖号码 从这边选 然后Ctrl-Shift向下 先做什么呢 先给它一个名称 我这边名称 也许叫开奖101 然后102年的话 叫开奖102 然后利用什么呢 利用两个函数 就是 统计分析里面 还记得吧 就是先找到 那个1号 用Counmif 然后再去用 Count A或Count 去算那个开奖101 总共几个号码 然后算出它的什么呢 它的几率 那不过特别重要 几率部分 请各位给我的显示 是万分之多少 还记得吧 按右键 储存个格式 有没有 我把它改成制定 制定的格式 就是五个问号 加一个斜线 后面打1万 如果忘记 回去看一下云端 白板上面都有答案 然后呢 就再去做合计 再一个排名 这一题就完成了 这一题 前面好像有带一点点VBA 我想 就算了 好了OK 反正就 至少有考一题 有VBA 然后一题没有VBA OK 好 那这是 这个乐透彩的部分 那最后 大概配股数量表 这个应该各位有印象 反正记得 第一个请你把公式里面的名称官员 这边全部都删掉 OK 删完之后的话 再建这个 1 2 然后这边有8栏 总共10个 再加配股数量表 这个范围 税率表 这个范围 12个名称 然后分别按照 那个题目要求 用F3 F3 去把那个公式 它需要的部分 把结果给做出来 总共的话 就是这些题目 包含分配股数 到限持有股数排名 做完 这一题就完成了 好像我们前面 也有提到 有关VBA 不过我想这一题就 就大概做出这样子 就OK了 那所以 这样应该范围 我想应该算清楚了 OK 如果有一些细节 假如说 不是很 记得的话 至少你在云端上面 稍微找一下 云端白板上面 都有我们之前作答的 如果你还是细节上面 不太清楚 我们那个上课的影片 也录下来了 你就把那个影片 稍微再看过 下个礼拜的话 我想 应该 只要你可能 花一点时间吧 这样 每个同学 就应该都有 结业证书了 OK 但我也不希望说 因为下个礼拜 也是要发结业证书 我不希望说 你下一次 如果说我要再改完 然后再发 你们可能要在 中间还在间隔 一个时间吧 所以我想说 下礼拜 我们很快的 你们做完之后 中间下课时间 我就利用下课时间 赶快把你们的 这个作答结果 全部再看过一遍 只要没有 不及格 都会有结业证书 如果有不及格 那就没有结业证书 OK 应该没有问题吧 才是六题 OK 好 来 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可以先把那个 题目稍微 注意一下 然后我会把那个 我刚刚讲的那几题 就是我们的 总共八题 总共八题 不过就是 在已经又缩减了 然后 那范例档 把它放到我们的这个